大家好 我桌面上就有一盘虎皮蓝 大家看一下 它长得比我的生气还要大 不过有很多话有留言询问说 这个夏季如何把它养得更好呢 其实方法是比较的简单的 如果想要养出向我旁边这一盘这么健壮的话 这个夏季虚肥一定要掌控好 首先不要给它适用复合肥或者是尿素 因为这个季节比较不适合适用这个尿素或者是复合肥 不然的话它是会吸收这个养分之后 这个叶片会出现伪念的情况 甚至陶肌根腐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这一盘我就去使用了这个有脂肥 给它一个月用一次 就是往这个盘土表面撒上去就可以了 这一盘大概20多粒 因为我这一盘是种在阳台的 所以我没有使用那个有脂肥 就是蚯蚓粪或者是鸡粪 没有出现这个土壤的板结现象 而且它对这个生长也是比较有利的 让它快速的装出更多的小鸭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盘 旁边这里全部穿出了很多小鸭 同时为了防止它这个叶片出现发扬了 每年的情况的话 咱们可以用到这个磷酸药精甲 每10天兑500毫升的精水 就是一颗兑500毫升的精水 给它正反面的喷洒就可以了 这是联系喷洒三次 这样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翘好了 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这个虎皮兰的异常养护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 咱们给多交流养周更好的虎皮兰 好了下期再见